喂,好啦 什麼?容易有一周 有句話叫什麼? 很快就有一個星期 有波體的時間就很快 今天就繼續有90分鐘球 不是世界的直播 但是今天的直播 大家都明白了 現在的環境 我們暫時還在想 還有一些去向 很多東西在研究 所以大家 給點耐性 繼續忍受著 我們這個Facebook直播 先 當然 當然今天的節目 仍然會相當精彩 因為我們 今天都會講回 主打一定要講回英超方面 幾支強隊 即是 這個星期都幾多看點 甚至在踢完球之後 我很多朋友 粉絲都有 私底下 就跟我講 究竟 喂 究竟萬聯贏球 是不是因為對手水 而萬聯根本就不是打得好 然後究竟哥迪奧納 現在就很多人覺得 哥迪奧納真的沒有了道 就說你沒有了道 原來一到英超 支持什麼 西甲 八德教 爬文爬武 又伊之下座 那跟著 當然我也有很多的想法 還有 當然利物浦 近期來說 利物浦 真是沒得頂 真是 還有一場 倫敦打比 這場 我覺得其實都反映到 今年 其實英超的增速是很激烈的 其實大家不要忽略了 熱刺 現在都有機 現在還是有機 沒錯 另外想提一提 我們這次 現在就開始用Facebook Live的形式 那Facebook Live的形式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各位球迷 如果你們有什麼想問 或者有什麼想解釋一下 歡迎可以隨時留下留言 我們會看到 可以即時解答你 是的 現在就即時可以 和他互動 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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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好處就是互動 大家也可以隨時回去看 當然了 德甲也很精彩 今個禮拜 或者其實也有些看點 至於其他西甲 或者義甲 相對平淡一點 但是也有些其他話說 還有亞洲多奧雜誌方面 東亞杯的外圍賽 就是Final的富家賽 另外也會說一下寶瓦斯 寶瓦斯 接著就現在去了上海上廣 這件事 有很多人都問我怎麼看 先說一下英超 先說一下地場倫敦打比 倫敦打比 阿仙奴是不是真的一個十一軟窩咒 他的地場球不是很差 但是 不是好 我只能夠這麼說 是的 很多球迷 即是阿仙奴的球迷 包括我 賽後 都覺得 這場球拿不到三分 是可惜的 但是一分 你說是不是很差 以及不收貨 又不覺得是 對 因為從我理性的角度來講 其實從場面上去看 這場球 我覺得 每人拿一分 是值得的 即是 雙方 其實今場 你說加上 是不是很多 很有威脅的賣門 不是 尤其是一初段 其實阿仙奴入局 比較慢 就看到熱刺 反而有少少 反黑為主 但是 後來過了 我想二十分鐘左右 之後 阿仙奴一群球員 就開始 取回形勢 開始有幾下 甚至 有些反擊 有些快傳 都很有威脅 即是包括和國特 有一球 射中柱 然後奧斯爾保重 就撻了Q 不知道射到哪 但是 有時 這一下 不幸運 轉過頭 又有幸運 就是一個佛球 阿雲瑪 不知道是不是 當了熱刺 是對手的龍門 他頂得很漂亮 其實不是的 那個球 如果你有懂得踢球 或者你有看開球 那個球其實他不倒 即是後衛就不倒 那他隔一 做後衛 不倒 不倒也要倒 不倒 即是不倒也要倒 那他一探 一飛到盡 但他失了位 其實失了位不倒 硬硬頂 效果就變成功援了 如果他到呢 那球就有很多空位 有很多時間 讓他去撻走 或者解圍 那問題就不倒 那其實那球也都 那你能夠怪他的時候 就是他們那個 布防的時候 那個starting position 有問題 或者他的步位有問題 那我們說得很對 這場球呢 你說和呢 和都抵的 大家都抵的 那你說熱刺 其實也有一件事 我經常覺得熱刺 打歐冠 或者打一些藥隊 他咬不進 他現在始終好像太靠 哈利簡尼在前面 那其實我覺得 既然以此 今年都增了兵 那為什麼會 還是這樣的狀況呢 他反而打強隊 他們的表現會好 還有就是看到哈利簡尼的重要性 就是今場一復出呢 其實前場的威脅呢 都立刻是大了很多 還有你看到他和讚神方面呢 始終質素上面是有少少的分野的 是啊 就是你看到呢 其實簡尼一拿著那個球 阿仙奴的後防 其實立刻是要重點照顧 那說回今場 阿仙奴的後防的表現 其實中開中舉 有些球包得不錯 但譬如梅斯達菲呢 我覺得就 比較飄乎 即是他有兩三下 很關鍵的難節 是他做出的 但是也有一兩下 差點是出事 即是有些失誤 還有高斯爾尼 輸那頭十二碼呢 其實我覺得 都不是太應該輸 因為那頭球 你看到阿仙奴已經有三個球 其實那頭球 對方根本都沒有起腳的機會 是的 那高斯爾尼呢 我覺得有點露芒 就想一下子殺掉 就殺掉那個球 誰知道殺不中 就殺掉腳 其實那個十二碼是沒有爭議的 其實那個問題是 高斯爾尼呢 我經常覺得他就是 跟頂級 差一點 就是這些位置 即是 你一個頂級的中位 或者後位 你的決定就很重要 你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的決定 決定得錯嘛 你現在明明就是 那個球不用下腳的 根本有他 他也起不了腳 而且有兩三個球 根本就是橫線 就是 推他橫的 那一刻你不用下腳 你不用下腳的 所以那些就比較笨 如果你看到那兩番球 就明顯就是 阿仙奴相信 也有些歐冠後衛症 那場球 那場球其實是 因為周中那場 大家明白 他先輸了兩球 接著他反擊 是的 歐斯進了一個很漂亮的球 但問題是 他都要體能追 他要穿的 好了 坐客員 那麼遠的路 回到去 哇 對著那些熱刺 又是生股仔 全部年齡 年齡 搶壁 阿二刺 不是沒有歐冠後衛症 因為他起碼是主場 但問題是 他們是年輕的 那麼 你始終跟阿仙奴 比 那個體能 或者那個衝刺 等等 他們比較好 沒錯 所以你看到後段 其實熱刺都有一兩下 包括 譬如艾力神 也有一球中柱 差點搞定 阿仙奴 但是 最後都是 角落一分 熱刺呢 繼續保持不敗 但問題就是 和波長數比較多 正如剛才平宗所說 但對著那些藥女 總是 咬不咬不咬不咬 譬如之前對班尼馬 黃思宇就說得對 以至技術性 擊倒萬成那場 最好看 問題就是這樣 熱刺就要改善 究竟他們對強 就是強隊 都OK 但他們對弱隊的時候 別人一縮下在後面咬 譬如那些對著西暴浪 都攻不入 那你要想 本尼茅夫 還有得分點的問題 我經常都覺得 以熱刺的現在的陣容 或者這幾年來講 其實他不應該得分點那麼少 林美拉 艾力神 甚至後上的迪亞 那些怎樣 即是你沒有理由得那麼少 那我覺得這件事 阿寶茲天奴要做多些功夫 即不是每次都要靠 哈利簡尼入球 不傷了 一路停賽 或者不出單 那你怎樣 那你沒有可能 你要有Plan B Plan C 那當然這件事 我們講而已 當年 叫阿仙奴 叫利普多些得分點 都要時間去做 對不對 那至於 有朋友說 譬如 究竟 也有講到 就是說 剛才說萬聯那些 等我們再講 發比加斯 這個問題都可以講 車仔的問題 現在這場旅程 打給和 之後 其實也足正一項 我自己 有個精華 說 其實今年哪一隊要拿冠軍 一定要問過熱誌 不是代表熱誌 沒有機會爭標 我說 事先聲明 就是說 哪一隊拿都要問他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因為 你現在看到熱誌 經過上年 雖然現在 一般 一般 但現在 聯賽就是這樣的 你現在一般 一般 一般 贏不了那一兩隊 但是當他連勝幾場的情況下 或者對方一失分的情況下 他就飆上來 那麼他去年都經歷過這些事情 其實 問題是去到直路之後 突然間就跟這個李斯特成 李斯特成谷贏了他 他每次 打仗不著數 壓力大 不適應 但是我相信經過去年 增標的狀況之後 熱誌 無論領隊 無論球員上下 其實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經驗是很重要的 那個經驗就是 錢都買不到的 而且熱誌有一個優點就是 他的防守 是真的做得好 你認同今年 丹尼老師是很划算的 對 相比起 一兩年 甚至 嚴格來說 我覺得丹尼老師 今天的表現還搶了卡爾霍加謙 右閘方面 另外 中堅方面 艾德維特 其實這場的球 是包了 華湯跟了出來 是包了不少的球 所以其實 我覺得熱誌 後防線 將會是 那麼多隊強隊的 惡夢 曾偉尼會說得對 如果阿仙奴 再多些雙兵 其實阿仙奴會有一段時間 但是我覺得 這樣看 今年阿仙奴的 另外一個優點就是 我覺得今年的板凳深度 是真的足夠的 你看到 譬如 後備 譬如基奧特 藍絲 其實現在出來 都是要後備出來 你看到卡蘇奈 其實今場都還沒復出 所以 當然雙兵 一定會遇到的問題 尤其是對阿仙奴來說 基本上沒有一年 不是 我經常都說阿仙奴 有一個叫做 X-Factor X-Factor 就是他沒有傷沒有病 他的人都OK 怎麼樣 他突然間有些事情發生 我希望他不要發生 你留意每年都是這樣的 突然間 突然間 為什麼你去自己去 我想說 人家都解讀不了 有時候的事情 不是說 宿命 一定是有一個走勢 有一個trend 譬如你的訓練方法 有些領隊 譬如你 郭迪奧納和風魔聯盾 最流行的 局局局局頭輪 想著先搶你六七場 先帶來你一堆分數 然後 我慢慢回 我再收人 或者歐冠尼 我十分有空格 你留意一下 郭迪奧納 安撒提 和摩尼奧 都是類似那種領隊 但是 雲家就不是不是 他不是這種領隊 但是問題 他硬是 他究竟是怎樣去偏配 有時候只有這樣 以前初初就是這樣的 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頭兩個月很厲害 但是有時候 頭兩個月很差的 你留意一下 是不是 其實 你很多時候訓練方法 你的祖軍 譬如 我講回最典型的一個例子 就是去年 恆大或者是 早兩年的利物浦 羅沙士的利物浦 他其實後來不是很差的 他硬是他的頭開得不好 他一個多兩個月 好像不懂得贏 後來最終導致他被人炒了 是不是 所以 譬如我講回恆大 他如果以現在的狀態去踢阿館 你很多隊員都不夠踢阿 但是他當時開得遲 他就被球員休息 開得遲的狀態不到 那教練做了所有事情 那不到就是不到 那出局就是出局 所以這個結論就是十二個字 要對的球員 出現在對的狀態 出現在對的時間 是的 而且還有 而且還有 那個問題是 那個領隊要對 那個領隊知道他對的球員 就是譬如 有時候真的 我經常都講 譬如你曼聯 現在摩人奴面對一個問題 那一億的普克包 我先收不收起他 那朗黎不要撞太多 我先收不收起 那我一收 那誰代替他呢 那我一億那個又收了 那誰代替他呢 那些人又罵了 哇搞錯 你摩人奴 那個你花了一億回來買 買完又不出 然後 但是我不覺得 你出那兩個又OK 你明白嗎 就是他都面對這個問題 那所以其實我 我希望教授 就是阿仙奴 你要繼續增標 今年 不是今天開局開了好的 真的 開局好的就是 他起碼聯賽OK之餘 他歐冠好 我說歐冠好的意思就是 現在都無後顧之休了 那就是好 是不是 往往都搞到 幾乎出不了線了 又又又 接著 要絕地反擊 不是 那個危害就是 你一捕 捕完接著你球員受傷 捕死了 捕死完 然後還要歐冠出了線 不過十六強 然後就對 對方的第一種子 全部都第一種子 那你不死 不用有鬼 你問我 是不是 所以其實我 很多領隊都要計算盤算 但是如果說萬聯 你會不會覺得對手差勁呢 就是那天小雲獅不知道踢什麼呢 或者 不賣呢 那些球員不斷讓他們當球 有 真的兩看 一來就是小雲獅表現真的一般的 那一天 尤其是上半場是毫無鬥志可言 可言 基本上 基本上 都會混亂 縮著來踢 縮著來踢 也不要緊 那你很快就已經失了一球 然後呢 是失了一球 突然之間 整個球呢 是失了方寸 我記得失完一球之後 好像過了兩三分鐘 哎 2-0 然後再過了一陣 3-0 就是普巴和伊巴也有波入 普巴就 恭喜他 終於都 成功 就是叫做舒緩一下 一些最近對他的指責也好 批評也好 就入了一球非常之漂亮 這場球這麼看 我覺得呢 普格巴和伊巴沒有入了幾個球 我從來沒有懷疑過的 因為 他們本身是這樣的質素 他們是這樣的身價 是嗎 伊巴是這樣的身價 是嗎 那問題就是 究竟 好了 屎雲斯是打得差的了 就是不去背 不去拍 有你來 你這樣 那問題就是 現在我都再重申一件事 就是 關鍵好像上一集 我和Nikolas上 我說曼聯球員的心態是怎樣 你現在曼聯 你不覺得他博的 你明白嗎 你不覺得他有那種魔性 兩種魔性都好 一種是以前紅魔的那種魔性都好 要是你摩聯球那種魔性 就是打不贏 打架 你都這樣 無數不用其極 我教他和你搶 你 你連兩種魔性都沒有 那你怎麼踢 最慘的是你萬聯網網 就是樹大招風的 任何隊對著你 現在都跟你 這二十年 對對對著你 尤其是 這六七年 尤其是 後輩阿信年代 到後期 現在這幾年 最慘的是 現在不怕你萬聯 以前 他們說 一去到奧奧夫 輸了一大半 的了 縮起後面 等 看看怎樣 現在 你再和奧奧夫 和你鬥 這幾年 就是培養了 後輩阿信年代 莫耶斯 再加上雲高爾 就培養了這件事 所以現在 摩聯奴面對的困境 就是每個星期 都人家個個 漁狼似虎和你 而且 我真的覺得 我不敢說回堂 但他真的要再突破自己 即是 你用以往的戰術 你用以往的踢法 是不合理的了 還有 只能夠這樣說 因為時代變 當年 摩聯奴在車路市 第一代的時候 一套叫做 4-3-3 當時基本上 所有人都用4-4-2 的時候 他用4-3-3 兩翼 後來你看到 現在 你看到現在 有哪一隊 不是打4-3-3 或者是4-5-1 基本上全部都是4-3-3 或者是4-2-3-1 即是很少會打雙箭頭 還有 萬聯 我一直都說 就是背負壓力很大的 譬如我之前也說過很久 譬如普巴 好又 表現不好 又被你說 接著入完 譬如今場表現好一點 又說一億新界 你應該要 有這樣的科技 現在 揹著一億就是這樣的 對 接著朗尼也是 你收了三十萬磅周身 就是這樣的 這場球 你真心說 其實朗尼表現是OK的 也 再次再想說 有些球迷就指責 朗尼是這個 萬聯成績低迷的因素 但是我覺得 原因不是朗尼一個 什麼 我早幾場沒有他 就是這樣 有他沒有他 萬聯成績的分別是不是很大 那我再重新說 就是說 本身萬聯的後防是屎 這個是肯定的了 後期拜利沒有了 還屎 那你變了 你那一集全部都屎的時候 那你只靠迪基亞 迪基亞都屎了 或者自己都 有判斷錯誤的時候 那你哪個救了 救了他嗎 他這幾年都救了不少靚波 長長救了 三分明明拿一分就變三分 拿零分就變一分 對不對 還有今場只是說了一個防線 就是有一個新嘗試 或者是被迫不得已的新嘗試 也有些球迷會有些花生吃 話說這場球 其實排出來就是 達美安和楊格 就是左右兩集 然後中堅 就用了這個菲爾中斯 那 那 史摩寧和梭爾 就沒有出到的 那為什麼呢 那賽後呢 這個也很罕見 就是現在這個年代 就是 摩連奧呢 再次公開 再次批評 指責求約 他話史摩寧和梭爾 就跟他說 未去到100% 可能有少少少 輕微的受傷 就覺得自己不足 就不想上場 即是覺得自己就算上場 也可能會 不夠狀態 於是摩連奧就說 這樣就行了 你們兩個不用聽 直接 連後備都沒有 直接換人 對 直接換了個正算 然後 亦都與大相關 摩連奧賽後 就是說 喂 這個世界運動員 沒有 沒有見過 有人在100%之下 可以常常常上陣 就是說 硬是一定不足 他還舉了說 我有個網球員朋友 長期都大相 但是長期都上陣 就是說 這些是 體育人要有的 tough 這個 我又贊同摩連奧 你問 你問 例如香港的職業球員 或者問一下 以前的名宿 現在踢衛生球 有哪個沒有傷起身的 哪個沒有舊玩 你問阿拿道打網球 有沒有 你問阿費特拿有沒有 沒錯 一定有的 這個就是那個 銀性問題 磨性問題 我就認同摩連奧這一點 我都覺得 拜託他 即是 沒有球員真的100% 可以上場 但是 處理手法 我覺得值得大家 關注 即是 又上一次拿出來桌面說 會不會這些事 其實 私下解決 會比較好些 即是 你想想想 如果你是 所以或者是摩連奧 的時候 你聽到摩連奧公開 說你 喂 你怎麼搞啊 你開樓攤喔 但不是 我又覺得這樣 我覺得 他也要討論的 有兩樣 我相信 他會衡量的 即是說 第一 他已經明白到這件事 喂 我都不可以再收起來和你玩 這件事 喂 你這班契弟都不迷路了 再這樣玩 我會玩死我 第一 第二 這叫以警校友 即是告訴他 喂 你這班人 不是你沒有這樣聽 曼聯 你就很厲害 我真的不用你 又不用你 又不用你 我相信 這個就算在雲高爾的手上 都可能是這樣做 因為現在問題就是 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接觸過 曼聯的球員 或者阿仙奴球員 即是 有一個傳統 你不要說傳統 因為這個可能是 他的戰績 帶給 帶來 帶來 帶給他們 那現在就說 喂 那些球員沒有了魔性 但有一件事 可能還是殘留在這裏 就是 曼聯球員很囂 即是這件事 不要介意 因為我接觸過很多球員 大家都知道他有集遊 或者觀察一下 不同的球員 就是曼聯呢 當年三冠王之後 或者那些球員 就是七少福達德 打了之後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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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串 他串的那個串 不代表就是說 喂 真的對著球員串 我不簽名 我不拍照 你不要教我 那種串 是他那種行事方式 他要怎麼對待教練 他要對待訓練 他對待這個可能是 人家屎高屎串 人家家里維尼串得來 人家有職業水準 人家有職業的素養 人家 就算不跟你拍照 也不簽名 也好 人家當年職業的素養很高 但現在你這群人 最慘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林伯特當年的說話 他說 現在那些球員很全 帥著耳塞 走過來 看到你們都不打招呼 他們說我們以前 走出走入 誰都打招呼 玩鞋子 不 他們是一定玩鞋子 以前英國那批 是必定什麼 洗鞋 撿鞋 那些鞋子 然後球員又說要多少錢簽 現在那些人很囂張 你老實說 不是得罪那一句 你梳爾打了幾年好球 你梳爾打了幾年好球 人家橫西亞打比你 你憑什麼說這些 或者梳爾金貴 狀態其實很一般 就是重傷之後 就是有季賽的一兩場 其實是被人左邊 是放題的 任過不生氣的 不是啊 你那種串 就是馬雲爾不串嗎 那些人 車路士那種串 車路士對球員很好 那些球員 阿仙奴都可以的 但問題就是 他那種串 他起碼不會危害了球會 就算我當是馬尼爾以前那種串 他不會危害到 但是你現在這幫人說要去到球會 而且以前串得來有分串 在場上交貨 是的 沒錯 而且他那種串 是令對手 就是在一個比拼裡面 令對手是屈服於你 他真的很串 但是他真的串得起 我年年爭罐 當日我都說 如果我是利迷 我是利迷 我聽到加利迷說話 我覺得對的 我們有什麼壓力 我年年都爭罐 我年年都第一第二 是你們的 十年八歲還沒爭過一次 你們當然有壓力 是不是對的 這件事是對的 就是你年年第一第二 考試讀書 你年年第一第二的時候 你有什麼壓力 即是沒有壓力的 你們九十幾分 問題就是這裏 那你曼聯現在 這幫人 最慘的是 現在問題就是 現在社會 這個足球世界都養成了一些經理人 在這裏作怪 和你球會講數 阿知阿佐 等於還有一件事 譬如你講迪基 迪基都好球員 但是如果那件事 如果當時不是和他企硬 不是和他玩東西 他真的跑去黃馬 你明白嗎 現在球員就是這樣 現在最慘就是這樣 那會有什麼辦法不讓你走 你不走 你留在這裏 你現在曼聯那些人 我真的覺得活該 你呢 喂 不是得罪了那一句呀 馬克服你調轉 把我的思考 把思維翻轉 我在今天曼聯 這麼緊迫 就是這麼多人腳 這麼緊迫的陣容 這麼緊迫的賽事 我能夠在摩尼裡揮下打正選 我真的求之不得 你留意一下 有些球員有鬥志的 你看看斯朗 你看看美斯 換他出去 就像發火 怎麼換他出去 你做什麼 好像很不想換他出去 你不想換他出去 你明白嗎 你不應該的 你現在曼聯這班人就是這樣 最慘就是這樣 你沒有鬥志 你看伊巴 伊巴就是一個很典型 有職業球員 有火的球員 所以他買他也有原因 所以沒有聯合賽後 也有賺一賺伊巴 另外就 剛才說到經理人 又想起曼聯兩個球員 馬斯亞今年的狀態 就沒有去年那麼好 他經理人最近出來說 因為 季前曼聯 就換了他的球賽 沒有經過他通知 9號球賽 就給了伊巴欽和榮 就給了11號 馬斯亞 那麼他就不開心 沒有什麼 所以 今季就暫時沒有長好球 沒有妹不要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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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跟上季剛來的時候的樣子 對 之前有傳說他飛起了 不是傳說他找了一個新的 大哥 我也是那句 上禮拜說 你不說你專心踢球 你現在問題是這樣 現在球員 為什麼亞真要說我這麼粗 問題是 因為現在的球我看不過眼 打高一兩年好球 又說自己億萬 又說自己天王巨星 喂 如果我問你 普甲巴這樣的表現值一億 朗拿道值十億 美斯值八億 七億 十億 你要起碼有些表現 大哥 你李華道那些廢高那些不厲害 你現在最慘就是 球泰沒有人 那些贊助商 經理人 那些錢作怪 搞到你那些傢伙全部 扮了如蝦蟹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沒有經過清訓 現在有問題在這裡 你沒有經過清訓 他不是從基層慢慢來 他完全感受不到那件事 即是你 突然間 在法國 趁個十七歲的年輕人過來 然後 一夜之間 原來他發覺 誰都認識我 都當我神那樣拜 又吃飯 又不用錢 又什麼 八糟糕 現在問題就是這樣 你現在搞到那些傢伙就是這樣 但是希望你阿普也不要這樣 你阿普近期 因為球員應該都不會太敢 因為你阿普那些 第一本身球會 串不起來 這麼多年 聯賽沒拿過 第二就是 我覺得阿普要串一點 應該反過來 要張狂一點 即是張狂一點 現在高譜在這裡 好了 做高譜呢 我暫時覺得呢 這麼多年 他那個 不溫不火 即是他那個 即是他那個激情 他鼓動 還有他有時候發的腦皮 就剛剛好 即是他不會罵到 失控 他也都 適當的時候 就會讚 以及會令到球員團結 現在阿普就 近期是fit 即是那個士氣好 即是高譜和摩尼奴 其實最大的分別就是 你很少聽到 即是高譜和某個球員 說有些不對 那很少 即是 最近 我想唯一一個出來批評高譜的 就是巴洛迪利 巴洛迪利說 高譜沒有跟他聊過 那這些就是 極端一些的例子 巴洛迪利 巴洛迪利 你這些 你這些狀況 人家想跟你聊 他都不理 那現在大家就好 好嗎 對 高譜少了你 你也依然繼續這麼好 那他也處理了賓利基 賓利基 上年也不太好 對 要不算公開也有發揮 但是 看來李日浦現在 就真的 我們剛才麥克風也說了一點 他解決了幾個問題 就是 李日浦前場的跑動 現在真的多了很多 球員那個 串 串方蝴蝶 串方蝴蝶 三滴我文尼打 一直都在中間 給球 走位 還有 還有 還有一個解決的 我覺得就是 我們之前說三個不能出的 但是 其實有一個想起來 顧天奴和肺明奴出 很少兩個打得好 正常說 他不是不能出 他很少兩個都打得好 是的 但是這幾場 兩個都打得好 譬如今場球 兩個都有球 所以 我覺得 現在其實 前面那三個 其實 我剛剛才說 文尼雖然是打逆風的位置 但是 其實嚴格上來說 是沒有分離我的 這三個人 就在前面 出的轉 是一時一變 喂 古天奴打中間 不行嗎? 廢明奴打中間 不行嗎? 文尼 偶爾拉進來中間 扯開古天奴在外面 踢個位置 軟射不行嗎? 一樣的 古天奴的進步 就是他少了浪射 即他 你留意一下 不怕大家 有空就上去拆個數據 我下次可能跟大家計 他起碼射門的準成 以及入球率是高的 以前 嘩 跟著他等著 射射射射射射射 一場射射五六七腳 但是現在 起碼 叫大衛 答對 他才射 不對他又不射 或者多分點 李奴普近期 今年真是厲害的 即是 你issen 你安利簡 文尼就不用說了 文尼就不停要入球 有助攻 那麼 然後 supported 也啥火 那些中奸都懂得入球 這一段李奴普才可怕 正如 周恩葉樹說得對 今年李奴普是一個冠軍償 那個冠軍相在於什麼呢? 他不是說那種摧毀性 但他常常要拼的、要拼的、要拼的 但他亦都交到負 還有冠軍相的這個 Carol Leung說 李記章又沒有一陣海綫味 就是了 因為季初輸給官尼的時候還在擔心 哎呦,又來? 不要說又來? 就是這樣,當時你就是這樣 又是做羅賓漢、劫富特仔貧 但是,這幾場,這場不留手,大哥 上半場這三球,下半場都繼續來 其實這場是對的 因為現在的問題是說 李記章從來為什麼最近這二十幾年 你在英超沒威過呢? 那個問題就是 但他杯賽拿過的 歐冠拿過 歐洲杯賽冠軍杯也拿過 粥總杯、聯賽杯全部也拿過 關鍵就是 分野就是不穩定性 拿聯賽的球隊就是要穩定性 拿杯賽的球隊 你只以為只是一個杯賽的Series 你對的對手 或者你那段時間突然間OK就可以了 所以現在就 高普教的 或者高普的態度就是 高普也對的 我每個禮拜每個禮拜一場 我每個禮拜針對 我每個禮拜要贏 我不管 我不看前面先 我每個禮拜都要贏 我每個禮拜都要贏 我輸了 這場和了 我下個禮拜都要贏 這個就很簡單 直接 tér亦都是好 好像上屆李 eyes salter 都是很簡單 抽了 適合 集合 合作分 雙眼 只是這樣吧 但是現在 適合 非常之正面,就是唯一可能大家會有一點點擔憂,或者是要再觀望的就是 後防線方面,究竟對著一些強一點的對手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李日浦其實防線都沒有去到頂級的 就是論藥質素來說,尤其是龍門,甚至是一批中堅 卡里奧斯組還可以有很多提升空間 就是當遇到一些強一點的對手,譬如對曼城的時候 對著阿古魯這些前方,究竟知不消價得住李日浦的防線 或者可能用他入球來彌補防線 大家記得當年高普帶領的多蒙特,雖然也有曉武斯等等 但其實你說多蒙特當年的防線是否100%很穩定呢?其實也不是的 最重要是他前面入球和後面 今時今日他幾個後面,老實說都被人的信心大了 就是魯夫蘭,馬迪普和卡拉雲這些兩個人是很尋守踏實的收購 你不會覺得他是打到滿場飛 但最重要是他,尤其是德甲的時間 你看到他打奧格斯堡,打史奧克的時候 都是挺好的中堅 總之是減少,減少那些無謂出錯的那些 即是上個星期贏那場,嚇死你那兩個球 是否輸得肉酸到不得了? 所以要減少這些出錯 所以保持樂觀就是審慎地非常樂觀 審慎樂觀,但車仔就不同了 車仔這輛車現在就有種摧毀性的感覺 自從江地轉了3-4-3之後,五場球進了16的球 一球球都沒有失敗 其實他要感謝阿仙奴 就是對阿仙奴輸的那場之後 其實那場的下半場已經開始轉了3-4-3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之後維持這個3-4-3,國際賽之後的3-4-3 一直走得很順暢 確立了一個非常完善的 中間就是艾斯比利古達,卡希爾,帶著達衛路爾斯 那兩邊的翼位呢 不用想想,就是這兩位 摩西斯和馬高斯亞朗素 就是... 替摩西斯開心 摩西斯這樣做了人球幾年 即是他不停加盟了一些大球會 他踢過利物浦 踢過車路士 但車路士站不穩陣腳 被人借了去史督城等等之類的球會 想不到 等的就是一個機會 原來3-4-3體系之下 但是他打一個翼位呢 這幾場的表現真的在哪裏 所以不同的教練和領隊 用的陣式是不同的 那... 阿乾地大家都知道 一向在祖雲達斯 或者甚至他... 教意大利的時候 他用三中衛 即是三中堅 是如得水的 即是他在祖雲達斯 OK啦 然後去到意大利 將整套搬了下去 那現在就搬到車路士都OK 至於... 我們都解釋過了 中前場的問題就是 他先搞定了後防 那前場 如果阿薩特遞 如果柏道或者摩西斯遞 等等 那你怕進不了球嗎 不會進不了球的 所以其實現在 阿安地的採取態度 就是一種一貫以大利式的領隊 尤其是他... 其實他都相似 我不敢說他一模一樣 但他都有一些... 立比 即是... 現在教中國國家推到立比 立比有些遺留了 即是... 或者在他身上學了些東西 都是立比教祖雲達斯 也是的 即是... 你又年輕一點 他三年連續入歐冠 其實當年那個防守打得很好 還有呢 有一件事很相似的 他相似的 就是... 當年立比教 是必定體能操到你死 我最記得當年他拍了一些... 即是... 沒有現在那麼多的 什麼... 祖雲達斯TV 沒有的嘛 但是拍的那些片段 操到... 你想想維愛你 維愛你都很合理的 操到維愛你 半死 接著去到... 終點停了 接著想... 想... 想跪低 整堆被他操到... 祖雲達斯球員 很誇張 那他... 我覺得現在光地的... 那個做法有點相似 你看那幫人搶壁很厲害的 就是... 跑動啊... 搶壁啊... 還有... 我覺得現在... 就是... 最多人害怕呢... 我只能夠說 車路士現在... 其實... 就... 多人輪換的 譬如你見到... 偉利安... 你見到拍到... 這陣子表現好 暫時都不動 他的成選位置 偉利安之前... 呃... 有些事回來... 都... 這兩個星期都... 這兩三個星期都... 都是坐著後備先 但是... 隨著... 車路士... 不過問題就是... 車路士和利物浦今天有一大好處就是... 不用兼顧歐洲賽 沒錯沒錯 喂... 聯賽... 聯賽杯... 聯賽杯... 車路士剛剛也出了局 輸了給韋斯咸 對不對 所以... 現在車路士... 在竹中班未開之前呢... 基本上搞定這個聯賽... 就OK的了 另外就是... 夏薩特... 這個狀態呢... 簡直就是... 好fit 完全跟上次判若兩人... 甚至比起前季呢... 我覺得更好一點 因為前季他都... 他都好fit的嘛 所以如果你... 夏薩特呢... 上屆... 那個人... 就是... 今年自由了... 不是... 他跟... 他跟球場之外... 你本身那個人... 開不開心啦... 就是你跟領隊不合雅啦... 上年就... 那今年就合雅啦... 加上給他發揮啦... 等等... 那今年沒有喊走啦... 是吧... 就是... 表現OK啦... 其實很簡單的... 你這樣表現... 如果你繼續這樣下去... 或者你幫到車路士拿冠軍... 那你下年那些金球獎... 你... 你不用怕你不會提名啦... 是不是呢... 甚至拿完也不期啦... 所以其實現在... 就是... 球員呢... 現在... 就是... 邀錢萬貫... 現在大把錢... 有名有利... 其實你知道踢好球... 那些錢自然會來... 你的擁戴者自然會來... 球會自然會來... 身價自然會高... 那... 其實... 搞一個瓜隊都不要你... 你想想... 帝寶斯基都不要你... 最後來... 本來是... 叫你入籍的那個都不要你... 那... 就是爭氣球啦... 就是... 他的實力... 他本身... 他們兩個球員的實力... 都是好的... 那... 那... 我覺得... 那... 我覺得... 和摩尼奴有關... 但是... 就是... 在摩尼奴的影子之下... 其實... 大致上... 踢的那些球... 都有這種... 這種... 鬥志的... 那... 回到球員先啦... 現在... 有些球員在討論... 剛才利物浦... 我們也有說過的... 但是... 李記呢... 因為一月... 文理要踢非洲國家盃... 有點嚴重... 那我就想說... 現在... 這麼順的體系之下... 使道歷志是一個... 私人讀潮水的人物來的... 就是有一點點... 是的... 不是太多... 正算機會... 那我想... 一月呢... 就是使道歷志呢... 看看可不可以上位... 還有現在有傳呢... 就說... 高普呢... 就... 現在近年很... 這兩... 上一屆打氣的... 佩尼錫... 這個美國的逸鋒...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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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說高普... 不管了... 我... 我以前說的... 軍子協定... 已經過了... 不管了... 現在就去畫了... 那... 至於... 林昆就說得對的... 他說光地跟摩魯不同... 因為光地要想嘛... 要變... 要轉嘛... 因為意大利... 我都覺得有一件事是真的... 意大利領隊... 在教練那個... 層面上... 無論你... 他最壞的時代... 但是他的教練都很出色的... 即是... 他那個... 傳統維繪下來呢... 他教練那個... 變化... 體系啊... 或者想... 即是說得逐點叫做... 無所不用其的去想辦法... 要這樣跟你去... 去周旋那一刻... 你覺得意大利領隊... 從來都是最厲害的... 德國領隊都不夠厲害... 德國領隊都不夠厲害... 即是... 即是盤算一些... 但意大利領隊呢... 就跟你... 打人家交... 打人家交... 不可以打... 拉他三... 不懂得抹他... 撞他... 即是... 你看看意大利從來都是這樣的... 一定是這樣的... 即是... 所以變成了... 當年呢... 以前... 七年世界杯... 當時還是球員的查巴東尼... 就是... 即是研究了... 他們說研究了... 就是用十字連鎖想對付巴西... 不過巴西太厲害了... 整個十字連鎖已經摧毀了... 但十字連鎖... 對其他隊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即是... 完全... 是... 意大利的... 即是防守的基石來的... 沒錯... 剛才也有... 我記得一開球... 一開球一會有球迷就問... 喂... 現在法比加斯已經沒有位置了... 那... 你看到... 這幾場球... 法比加斯有些比賽... 甚至連後備都沒有... 即是... 我自己覺得... 他已經在... 尤其是3-4-3之下... 法比加斯這些... 跑動比較慢... 匯防比較遲的球員... 是更加無用武之地的... 以往... 打... 4-2-3-1... 都還可以... 有個人幫你鬥著的時候... 他可以做一些派牌的工作... 但... 現在... 3-4-3... 不特別需要一個... 還是專派牌的人... 我現在問回你... 我現在問回你一回頭... 你要擺去哪裡... 我現在... 你擺在車友試過陣式... 你擺去哪裡... 是不是... 你自己都擺不到自己下去... 你法比加斯... 因為他... 他完全沒有位置適合的... 防守他又不是防守... 因為... 嗯... 之前都... 忘記了夢到... 你說明明的重傷... 那... 都要... 一個派牌... 創造性的中傷... 嘩... 其實我覺得... AC米蘭... 塔比加斯是適合的... 這些... 他不適合... 他不想去那裡... 他說... 我們AC... 但今年AC是OK的... 不要這麼說... 現在... 最慘的... 就是當年... 我都說... 他錯就錯在什麼... 他錯在離開了巴塞... 真的... 因為那時候巴塞... 擺明是給他一個位置的... 那... 你看巴塞後期... 就去買... 買了拉傑地... 買了亞迪杜蘭... 其實那個位置... 就是你打的了... 是不是... 再... 追錯一點... 會不會... 錯在離開阿仙奴呢... 因為當年阿仙奴... 天之嬌子... 後來他的巴塞... 就是荒廢了兩三年的光陰... 再加上... 他又等不及了... 一來他自己心急等不及... 其實... 如果你說未來呢... 或者... 那個... 即是... 什麼票呢... 他應該是留在阿仙奴的... 但問題是... 他死... 被那幫隊友... 就是... 梅加遙... 回來啊... 有什麼事情... 他回去沒關係... 他回去... 他又不再有耐性的嘛... 他就是拿一年而已嘛... 因為... 因為... 稍為已經退了... 已經走了... 因為斯達都殺了... 常常是雙火踢... 或者... 不踢得那麼多球了... 那...問題就是... 如果... 在那裡打... 那... 前面有MSS... 挺好打... 大佬... 所以就蠢了... 所以... 球員呢... 你又不要因為那一下半下... 你真的要想一下... 即是... 可能... 未來那兩三年的事情... 你... 不只是那一年... 賺錢... 那一年就打正選... 那... 然後Jerry就問我... 他說... 古天奴會不會去巴塞... 那... 我覺得... 機會就比較明顯... 我覺得... 如果你是否懂得想... 就不應該去買... 真的... 因為... 我... 我... 我講過很多次... 我在這個節目講過很多次... 我說... 你錢... 我就可以找得回... 但是... 一個... 好的... 我重心求疑... 我... 早兩年講過... 我說... 誰都可以走... 誰都可以買... 唯獨是古天奴... 而且... 二來巴塞... 有沒有那麼多資金... 去買古天奴呢? 還有... 是不是真的... 那麼需要古天奴呢? 因為... 如果你買了古天奴... 即是... 你夏天買的... 安達高美斯... 甚至... 上一季買回來的... 艾達道蘭... 那些... 其實你買來做什麼呢? 不用... 其實巴塞是不用的... 唯一就是... 程義傑... 你買的時候說... 喂... 過來啦... 當然啦... 因為他從小到大嘛... 就是這樣而已... 分野就是... 對啦... 說到車友士那邊啦... 現在就... 非常順利... 那對面呢... 愛華頓... 剛才我記得有球迷就說... 阿昌哥... 真的... 愛華頓... 兩路公民要... 儘快... 令... 另一班... 球員回回神尾啦... 因為其實... 雖然上星期贏了韋斯涵... 但是... 你近四五個星期... 愛華頓比起季初呢... 是跌了一點點的... 就是... 我覺得... 跌機卡呢... 真的已經年紀大了... 真的不行了... 真的已經年紀大了... 真的要... 不是... 那個後防線的問題就是... 你看到他跟車仔打那場球呢... 你不要說技術先啦... 就是... 你下沙特入那些球... 或者... 什麼... 你起碼... 我都講過速率問題... 就是... 現在的問題是... 你... 阿華頓都是... 好體能啊... 鬥志好那些來的... 跑動多了... 但是你看到你給車仔... 那個速率... 嘩... 那班車好像要搶錢... 那班車... 所以... 現在的問題就是... 太慢了... 即機卡慢了... 那你高文都不小啦... 對不對... 你威廉氏那些... 又不屬於... 跑動... 或者... 那個速度很快的那些... 那些... 你就被他打死你了... 是不是... 就是... 這件事是對的... 現在是... 現在的速球... 速率是很重要的... 你現在奧尼頓... 對藥隊當然可以啦... 沒問題的... 他對那些... 就是... 中下游... 或者... 差不多平級... 同級那些... OK... 但如果他再想提升呢... 他的後防線的速率要加啦... 就是... 現在英超不行啦... 你不可以再... 那個年代三十五、六歲那些... 你現在如果為敵跟你踢... 現在那些... 那些... 被人玩到檸檬那樣... 真的... 玩到... 好像我們的主持人檸檬那樣... 真的... 所以... 車仔和愛華頓呢... 就各走極端啦... 車仔就越來越好... 愛華頓呢... 就開始剩下一點啦... 那... 曼城啦... 曼城近期都一般啦... 沒錯啦... 那曼城呢... 其實就... 這場波... 一向都說... 米道士寶呢... 是這個... 這個卡蘭卡... 真的學了摩年度的東西啦... 是摩年度的東西啦... 喂這個... 不是啦... 那... 你先試一下... 米路士寶... 喂... 他擺大包... 我覺得擺有道理啦... 因為他的... 實力是真的... 喂... 作客你曼城... 不通跟你鬥功啦... 作客阿仙奴... 不通跟你鬥功啦... 一定是啦... 其實這場波... 很簡單的... 就是一個... 翻版... 對於阿仙奴的翻版... 就是... 一開球... 縮起來後面... 甚至我看到... 連... 最前面單線頭... 都是在自己半場... 基本上... 前場呢... 是一個人都沒有... 所以... 這場波... 米道士寶... 但是... 其實... 我覺得... 慢慢來的... 就是... 比起阿仙奴... 那次對米道士寶... 就是... 他的攻勢是... 比較入獄一點的... 是... 做得快一點的... 亦都... 打握了一個機會呢... 其實... 阿古魯呢... 就... 搞定了... 關鍵就是... 上半場之前... 入到一球呢... 是真的幫到... 幫到手的... 那想著...喂... 1比0搞定... 全場... 我想控球率... 超過七成了... 那... 那... 林天光... 就賴療療... 就是... 想不到這隊... 不斷守的米道士寶... 其實上場都證明了... 有些反擊能力的... 大家記得... 上場對阿仙奴的時候...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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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不斷搞阿仙奴的防線... 搞到差點入球... 那... 那... 這場波呢... 就去到91分鐘... 就打過... 類似半反擊的東西... 然後呢... 曼城又真的不集中了... 因為... 我想... 曼城防線呢... 沒有organize過... 因為... 大哥... 整場裡都沒有攻過... 對啦... 我覺得都完全是... 基本上... 我想是有點鬆懈的問題啦... 結果呢... 被人家一下子斬過來... 阿... 狄龍一下子... 就搞定了... 後上接入... 那... 那後球... 打和的時候... 我覺得沒什麼責任... 那後球... 真的太近了... 沒關係... 但我只能夠說就是... 英超是... 確實是不同的... 就是... 英超不同的地方就是說... 現在你過個星期... 都要去想... 都要去拼... 就是...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以往... 你踢西甲好... 你踢德甲好... 就是... 差距大呢... 你容易拿捏那場球... 譬如你現在... 舉個例子... 你當成敗人也好... 他有時候可能贏1比0... 但起碼他的穩... 穩陣性是高的... 可以1比0的穩陣性... 你現在的問題是... 英超你... 1比0是不穩陣的... 從來都... 你現在的問題就是...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有一件事... 這件事... 我想... 幾個聯賽... 都是那個民族性... 或者那個叫做... 那個傳統問題... 即... 你英格蘭... 好像現在... 卡蘭卡... 那樣... 喂... 大哥... 現在... 弓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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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什麼戰術... 猜猜什麼鬼咯... 這些呢... 英格蘭最拿手的... 告訴你... 你屁股... 沒錯... 而且... 你說... 有人就說... 喂... 有人說... 喂... 巴塞大人... 你怎麼辦呢... 來到曼城... 我覺得... 你說... 哥迪奧拿... 現在在曼城... 我覺得... 其實曼城... 都真的... 那些奧拿來想要的form... 其實是曼城打得出來的... 是... 問題就是... 分別在於... 其實... 你說曼城打得很差... 不是... 你看到現在聯賽榜... 其實... 今個星期之前都是榜首的... 今個星期之後... 都叫做中牌的第二位... 啊... 問題就是... 只不過小問題就是... 有一兩場球... 捉到六... 但是... 所以... 現在問題就是... 他一定要... 他一定要... 起碼多於一球... 就是... 關鍵就是... 現在問題就是... 你萬成... 因為... 譬如... 有時候你英超比賽... 你不是可以大炒的... 你現在都... 那你變了呢... 很多時候呢... 你就一定要KO他... 你不KO到他呢... 他就... 一路... 吊著鹽水... 吊著鹽水... 他一個角球... 一個斬球... 那你就被人搞定了... 現在的關鍵就是這樣... 所以說... 我現在都... 都要跟哥迪奧說些事情... 始終他呢... 是在西甲... 教過... 跟著就教這個... 拜仁等等... 那你變了呢... 他... 他... 重新都要適應英超的... 就是這個是真的... 就是等於當日... 魔人徒... 車子教得很好... 然後跟著去西甲的時候... 他都要適應西甲的... 那... 所以這件事呢... 就... 都是要適應... 當地有不同的... 水土... 就是那個水土的意思是... 天氣啦... 你有不同的風格... 球隊... 老實說... 你米寶那些... 說得好聽... 就說升了英超... 說得不好聽... 就是英冠... 那就是... 問題就是... 打西甲方式的英冠... 那現在就是英超跟你打... 喂... 蘇坦波就跟你死了... 就斬過去... 勾過去... 滾過去... 撞過去... 撞過去... 是吧... 沒錯... 那你又要以防這些... 意外出現呢... 你就一定要... 麻煩你... 起碼兩球... 三球... 先打好他... 但現在問題就是... 你這支球隊... 沒可能... 每個星期... 都那麼符合... 阿古路入幾球... 大衛斯維俠入... 然後迪布尼入... 還有... 你打完那場... 還有一件事是真的... 他打完那場... 這麼高強度的... 周中的勾冠賽事... 他是贏的... 很高強度的... 大哥... 問題就是... 中前場就說... 很厲害... 很多人用而已... 後防真的不行... 後防線其實... 哥迪奧拉... 現在都是下米煮飯的... 譬如今場球... 沒有... 又擺回郭埃洛夫... 沒有... 他只有幾個人... 大衛尼他只有幾個人... 他只有幾個人... 就是唯一新補充... 是史東斯... 和各地奧包和... 史東斯... 年紀尚興... 我都說史東斯還沒得的... 年紀尚興... 還要多加磨練... 對不對... 好了... 你想一下... 謝路未保定... 當年也不是一出來就行了... 每個人都用了一年左右的時間... 才逐漸站著... 那就是我自己覺得... 史東斯的前途是有的... 但是你說... 是不是即時就可以... 去到一些很統治級... 可以頂起整隊幫的防線呢... 那就很明顯... 所以現在... 現在做強隊都很難的... 你想一下... 即是... 大家的戰術近了... 即是戰術理念近了... 或者體能又好了... 整體又好了的時候... 大家是欠那個... 可能個人技術的分野... 那個人技術的分野... 當狀態不好... 或者... 打球太多的時候... 那你... 那你... 所以... 這個也解釋了... 為何近年... 英超球隊... 在歐冠打得這麼差... 那個內耗太厲害了... 過禮拜都來的... 過禮拜都... 難打的... 那你怎麼搞呢... 對不對... 沒錯... 英超... 其實都... 差不多了... 另外... 講一下... 就是... 很簡單的講一下... 中下游啦... 即是... 新特蘭就恭喜了... 反而就... 打少一個之下... 2比1... 反正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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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十二晚... 迪科爾搞定... 即是... 恭喜... 恭喜... 王爺斯... 看看這場球... 可不可以... 這個... 這個... 新特蘭呢... 就沒有出... 魯迪威爾的... 那大家就不知道... 這個人有這個叫魯迪威爾魔咒... 就原來... 魯迪威爾呢... 即是... 我不明白的... 他的球員本身不差... 但是呢... 在他最近... 四十多場球... 甚至三十多場球... 由曼城時代... 開始解曼城... 在到新特蘭... 他加盟了新特蘭那麼久... 沒好過... 每次七七... 魯迪威爾有上... 上場的比賽... 是一場球都贏不到的... 很邪... 而且他最好慘... 當年... 所以就是壞了... 即是... 我經常都說回頭... 即是... 不是說他壞了... 他壞了什麼呢... 當年愛華頓踢起了... 不要這麼快去大會嘛... 自己的風格不定... 自己的能力... 也都不可以... 去到跟別人爭政選... 你去了曼城... 報廢了... 搞廢了... 然後就像人球一樣... 安永遠踢愛華頓... 他現在英格人挖腳... 他現在很穩定的... 即是... 不敢說... 是啊... 怎麼會在新特蘭年... 正選位置都保不了他... 就是啦... 所以不是說... 剛才我... 即是回應花我講的... 不要你經常... 因為那... 少許錢啊... 因為那一刻突然間吸引你啊... 你不考慮你... 接下來... 自己的發展是怎樣的... 即是你的發展啊... 最主要是... 那就講一下這個... 其他聯賽啦... 那是德甲啊... 德甲呢... 就近期都挺精彩的... 是啊... 今個星期就有一場大戰啊... 就是拜仁對這個... 賀芬涵啊... 嘩... 你用這個大戰來形容都挺對的... 因為賀芬涵畢竟呢... 跟RB、萊比錫... 和巴仁沒有離開... 是三支暫時還沒有輸的球隊... 但是如果這場球看呢... 我也有信心... 那一場呢... 我不是平時這場... 我平時是多蒙特那場嘛... 但是一直開著來看... 多蒙特那場是浪費氣啦... 看到迪佐勞一樣... 一開一波就送禮... 你說... 阿仙奴買... 他買得... 真是快... 真是快手... 但是這個... 巴仁和這個... 那場球呢... 賀芬涵呢... 真的沒有辦法... 你不要看他... 直接是脫胎換骨... 上屆還是綁末分子... 還是護緊急... 這屆只能夠去到安聯球場... 完全是很穩定的... 你知道嗎... 我最深刻的是什麼呢... 塞球不要緊的... 巴仁... 扭一下... 不會長不塞球的... 但是他塞球的... 氣得是罵隊友... 很少見... 氣得... 罵隊友... 被敵米拜射... 射進去... 拖了各個球... 然後... 還沒有人能夠去... 那一刻... 我想... 阿劉亞是很生氣的... 對... 但是... 你只能夠怪... 就是... 拜仁一來精戰奮奮奮... 二來有些球員... 可能我自己覺得... 有時候... 德甲看他們的款式... 都是輕敵的... 而且... 拜仁呢... 近兩三個星期... 是有一點點跌了... 就是... 感覺上狀態... 是沒有... 我不是跟你講... 好感觸... 阿劉亞也是那類的嘛... 死曲曲到盡為止... 拿到多少分... 就拿到多少分... 就贏了多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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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王馬之前... 他嫁的那些... 就是了... 二十幾年生... 之後... 突然之間... 但是我就覺得... 不用太悲觀的... 因為拜仁呢... 追和了之後... 其實有... 尤其是美段... 曉武斯一球... 湯馬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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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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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處男... 今年... 做了處男... 今年他是不順的... 他很搞笑... 他其他比賽... 入球... 硬是聯賽... 沒有他的份... 郭巴隊... 勾會入... 硬是聯賽... 不能入球... 但是... 都要贊一贊... 破分球很韌... 你想想... 其他球隊去到安聯球場... 領先先... 首先... 其實會散的... 對... 但是... 如果一被人追回... 很容易... 就被人誠懶... 所以... 我不是說這個... 那高市民... 29歲... 29歲... 必... 如果你看過發展... 他... 我不敢說... 他比郭帝奧娜... 我真的覺得... 他有機會的... 他真的... 有機會可能比郭帝奧娜... 還有... 有一件事... 有些朋友常說... 你拿著巴塞... 你拿著拜仁... 你拿著萬城... 你拿著萬聯... 你拿著利物浦... 跟我說這些... 浪費氣啦... 你看他拿著河昏咸... 才厲害... 當然... 我不會覺得... 他拿著河昏咸... 會拿到杯... 但是... 他真的是一個... 我們有時候講... 他有不同的戰術... 或者是不同的... 出人... 他有一個原因... 他一定有些原因... 所以... 他真的是一個... 很有前途... 大家... 現在看德教... 有幾對球... 除了看... 不要說看球星... 你看教練... 就像RB... 萊比錫的... 哈欣夏圖... 你就看看他教球... 你看他... 高時文教球... 你看看... 現在教肖克04的... 韋欣斯亞... 這幾個都是... 近年... 在德甲... 或者近兩三屆... 是... 突然冒起的少帥... 德甲... 德國這幾年... 冒起了很多... 好的教練... 超帥... 是... 非常之好的... 現象來的... 我覺得... 拜仁... 這場球... 雖然... 只有1分... 同學分閑... 但依然... 都是穩在榜首位置的... 你說... RB... 來比錫呢... 這場... 這場... 很輕鬆的... 星期日的比賽... 上半場都已經3比0了... 下半場... 開一下樓灘... 就被你... 追上一顆而已... 所以... 來比錫呢... 竟然是... 緊隨著... 這個敗人的後面... 今年呢... 德甲有個... 奇怪的現象... 就是... 暫時的第二集團呢... 星巴馬... RB... 來比錫啦... 或者... 賀粉譚... 這場... 本身是中下游啦... 反而... 那些... 傳統的第二集團呢... 今年... 暫時都是未見影的... 還有呢... 有幾隊啦... 剛剛這一周就好一點啦... 尼華古順啦... 呃... 郭福斯堡啦... 阿公美斯進了兩個球啦... 就是... 起碼開齋啦... 但最關鍵就是... 其實奧巴美揚... 這件事呢... 就是... 多門特呢... 他上個星期... 突然間... 就走了去意大利... 求會已經叫他不要去... 是啦... 那麼他比賽前一天... 就走了去意大利那裡... 就開P... 跟朋友玩... 那麼呢... 最... 他這個真的不夠專業的... 他不夠專業的地方... 你比賽前一天... 一定要開會... 戰術會... 什麼... 他要用電話來conference... 那氣得... 杜曹死啦... 那麼... 其實杜曹是... 不停他賽不行的... 真的... 喂...你下都這樣... 大哥... 我們還有軍紀的... 還有軍心的... 你下... 喂...你又走啦... 他又下去... 探媽媽... 他又探女兒... 這樣不行的嘛... 那麼這個奧巴美揚呢... 我覺得呢... 我估計... 他想轉會的... 我看他的款... 因為... 你看到... 第一... 今年多門特... 不是預期之中那麼好... 第二... 個個都走了... 那麥希大恩就走了... 是不是呢... 就是... 或者早幾年好的那些... 全部都走了... 看著走了...